Hi, 我是阿Dee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Google Tag Manager 之前影片裏面有一些朋友說 想了解多些Google Tag Manager是怎樣做的 其實這件事很多agents都會用的 因為這個功能可以裝一次代碼 然後你就可以把不同的工具放進去 令到你追蹤網站的成效會更加好 所以這個都是區分開一個基本 這本玩開網上市場市場主題 一種專業一點玩網上市場會用的工具 所以今天我就完整拍了一個Google Tag Manager教學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由普通的程度升到這個專業的程度 好,馬上去片 好, 我們今天去講一下Google Tag Manager 首先你去搜尋Google 打這個Tag Manager 選擇第一個就OK的了 如果你用Google Chrome的覆盒去登場 而且你已經登場了Gmail 一進來就會是這個畫面 不然它會叫你先登記 Gmail 然後進來如果你什麼都未有 你要先建立一個新的帳戶 譬如這裡打回你的公司名 我就打App 選回地區 然後這個可以不用檢查 它就問你會不會和你分享資料 可以不用設定都可以 設定帳號之後 它一開始會叫你設定一個容器 你就當這是你的網站也好 因為其實它可以追蹤不同的東西 你會見到可以追蹤到網絡 iOS Android AMP 或者server 我們今次的Case 就是選回網絡建立 它就會問你和不同意它們的合約服務 如果你本身是有以歐盟地區做你的廣告 或者做你的網站的目標 就要選這個 我也要接受這個 選一個語言 選你懂得看英文就可以了 然後按是 好 那你就見到它就有這一段的追蹤代碼 展示了出來 那這段代碼是怎麼用的呢 首先第一段 這個你要貼在網站上面 head的部分 之後這一段 可以貼可以不貼 但最好貼就是貼在body的部分 那我們先按了確定 任何時候你想打開它 你在右上角這裡 按本身的GTM 這個英文字就可以打開它了 看到這裡的朋友 如果這段影片幫到你的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 和Share 給你的朋友 讓我這段影片可以多些人看到 以及一起可以戰勝這個演算法 多謝大家 我們建立了GTM的帳號之後 我們很簡單講一下GTM整個組成 你可以看一下 總覽就是 你這裡做過什麼的更新 做過什麼的動作 很少會用到的 之後第二步就是代碼 這個代碼是什麼呢 譬如 就是那些什麼Facebook的Pixel 或者是Google Analytics 或者Google Ad的Tag 全部都是叫做代碼的 之後是要放在這裡 GTM的好處就是 你放了一次GTM的代碼 進去網站之後 你其他的代碼 就可以在GTM裡面放進去 不用每次都問客人 拿回那個lock in 進去客人那裡 之後這個觸發條件 我們可以試一下 很簡單按一下新增 你就會看到裡面有什麼內容 你會看到譬如 可能那個人按過連結 又或者那個人 又在你的網站 看到YouTube的影片 或者網站錄了90% 諸如此類 或者提交的表格 都可以透過 這個觸發條件去發生 這個觸發條件 和這個代碼 是一起會用到的 譬如是什麼呢 譬如說 我現在想追蹤一個人 在網站那裡 點擊過某一個特定的按鈕 然後我就傳這個代碼 給Google Analytics 告訴你這個按鈕 是我特別想要追蹤的 譬如這個是一個轉換 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連結到這兩樣東西 還有第三樣東西 變數是什麼呢 變數呢它有分內建變數 和這個使用者自定義的變數 使用者自定義的變數 是有點複雜 所以你懂很多coding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會特別講 但是內建的變數 你可以打開設定 然後你會見到 它有很多可以自動追蹤 譬如那個人按完之後 我可以追蹤到 他什麼東西的內容 我待會會做一個示範 所以現在暫時 不需要太過想得複雜 好然後資料夾和範本 我們過往是比較少些使用 所以暫時就不特別去講了 好那我們簡單介紹了 這個Google Tag Manager 的介面之後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嘗試將這個Google Tag Manager 即這個GTN 5H 5BB TV5 這個號碼 放到我們網站的後台 大部分的網站都可以 讓你加入這些代碼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懂得加的話 你可以問一問網站的Developer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我以Wordpress來做一個例子 好你見到我進去Wordpress的後台 選擇這個外掛 然後選擇這個新增外掛 我們在這個外掛打這個Head & Footer 我自己用這個Head Footer & Post Injection 不過你也可以選擇其他 基本上都是相似的 你安裝了這個外掛之後 再啟用它 它就會自動出現在你的設定裏 設定裏面 你會多了一個Head & Footer的東西 進來它的介面很簡單 基本上你只要把剛才的Google Tag Manager Copy & Paste 就可以了 這裡按這個 然後Copy這一段字下來 再Post 回到這裡 然後它都有這個Body的標籤後方 其實它都給你是Google Tag Manager 所以我們都是按開Google Tag Manager 然後選擇Body的Tab Copy 過回來之後 Paste 下來 就OK了 完成了之後按儲存 我們很快就已經把Google Tag Manager 跟我們的網站連結在一起 在Google Tag Manager 這裡 按確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真的去設定一個Google廣告的代碼 我們按代碼這裡 然後今次按新增 首先這個步驟 我想教大家如何安裝Google Analytics 你可以打開這個代碼 然後選這個Google Analytics 再選這個Google代碼 它有一個叫做代碼的ID 我們去Google Analytics Copy & Paste 這個代碼ID 我們進入Google Analytics 然後選擇這個管理 然後選擇這個資料串流 再按進來這裡打開它 再Copy這個評估ID 就可以了 Copy了這個評估ID之後 我們就貼上來這裡 貼上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觸發條件 觸發條件 如果我們是設定Google Analytics 我們可以先選擇了All Pages 然後我們寫回GA 之後按儲存 我們就可以去測試一下 究竟現在的網站 是否可以已經幫我們連結了Google Analytics 按一下這個預覽 之後在這裡打開網址 有HTTP開頭的 或者HTTPS 按連結 它就會自動開了一個新的頁面出來 是連去你的Google Analytics 你就會見到如果你成功安裝的話 它有這個Tech Assistant 之後你可以回到上面這個Tech Assistant 按繼續 你會見到它已經可以再進入了我們的網集 我們成功透過Google Tag Manager 連結了我們的Google Analytics 和我們本身的網站 好 除了我們做到這件事之外 我們都可以舉一番三 就可以新增 然後代碼設定 如果你想加入Facebook的Pixel 你可以按這個自訂HTML 然後Facebook的Pixel 它會叫你有一段代碼要貼下來 你貼下來 你貼下來 然後觸發條件那裡 選擇All Pages 然後在這裡 你給它一個名字就可以了 但我在這裡 就沒有特別再跟大家示範一次 怎樣去設定這個Facebook的Pixel 好 完成了之後 不要以為已經OK 你記得要按這個提交才可以 再按發播 那你就叫做完成了 整個流程一次 好 非常建議大家 一定要每一次 都在Tech Assistant 裡面 去Double Check清楚 好 我們可以試多一個動作去設定 好 比如我想追蹤網站 某一個特定的Click 我應該要怎樣追蹤呢 我們去回這個工作區先 好 稍為去一去我們公司的網站 講講網站的結構 譬如現在這個 我們的Landing Page 你看到我們可能有不同的Button 可以按 有些Button會比較重要的 這些可能就是帶動那個人去另一頁的Button 可能不會那麼重要 但有機會 可能那個人按這個免費數碼轉型自信 當他按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Button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挺有價值的動作 如果我們想特別追蹤 按這個Button的時候 可以怎樣做 我們這裡都可以教大家 怎樣去追蹤 首先回到GTM的後台 然後選這個變數 打開這個設定 然後按這個 在這個點擊下面 將這些全部打開 它就可以很清楚 追蹤到一個點擊傳出來的Data 之後要去觸發條件 按一下新增 暫時我想追蹤到所有的點擊 之後我們再收細它 所以我們按這個緊連結的點擊 因為所有元素的點擊的話 就算那個人在網站那裡 譬如不斷按一下這些空白的位置 他都會當成一個點擊 其實這些資訊我們不需要太過追蹤 所以我們選擇緊連結 然後選擇所有連結的點擊 然後再選擇 然後選擇 這個時候我們的網站 就具備可以追蹤到點擊的功能 去到預覽 要重新打開多一次 不要用剛才的Tech Assistant 因為我們有些東西更新了 所以我們按預覽 然後再選擇資料 告訴我們我們更新了 你也看到它正常打開 然後這裡也能打開 我們試一下按這個 免費數碼轉型資訊 再回到Tech Assistant 你會看到我們有一個 叫做連結點擊 然後你打開連結點擊裡面的變數 你就會看到它在追蹤很多東西 譬如特別是剛才我click這個Tech的時候 它有這個免費數碼轉型資訊 它去的地點是去這裡 這個也是一些YouLit的Signal 獨特的Signal 可以讓你知道那個人按了這個鍵 你可以特別指定這個鍵 讓Google知道我要追蹤這個鍵 去Google Tag Manager 然後將剛才這個All Clip 我們轉一轉它 打開它的時候 我們今次不取消 不要這個所有連結點擊 要用部分連結點擊 然後我們看回 剛才這個名字叫做Click URL 我們先選這個Click URL 然後按包含就可以 不需要完全等於 包含什麼呢? 就是包含一整個 然後貼上 完成之後 我們改回名字 之後按儲存 好,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叫 觸法條件的東西 我們剛才說過觸法條件和代碼是一批的 所以回到代碼這裡 然後按新增 按這個代碼設定的時候 這次我想按Google Analytics裡面的事件 這裡都是 你要把那個評估ID進去 然後你給一個事件名稱給它 是你自己作的 但是要用英文 還有不要有空間 譬如我打Free Anquiry 你可以像我這樣 細階F開頭 然後E 變成分開兩個字 或者你可以打一個底線 但是記得不要有空間 給它一個評估ID 好,如果你本身之前已經設定了這個Google代碼 你會看到這個綠色的Tick 告訴你 對了,現在這個評估ID是正確的 之後我們就可以按這個觸法條件 剛才我們已經有一個觸法條件設定了 就是免費諮詢按鈕 我們按一下 然後再給它一個名字 今次我可能叫這個 GAConversion Free Anquiry 好,解釋一下這個是發生什麼事 首先,如果那個人按了這個免費諮詢按鈕之後 就會觸發了Google Analytics 是收到一個叫做V Anquiry 的一個事件 當我們這樣傳送了這個事件 給Google Analytics 的時候 Google Analytics 就會在這裡 我們去Google Analytics 然後按這個管理 你會在事件這裡收集得到 V Anquiry 這個事件 因為我們剛剛定義了這個事件 就是那個人按免費諮詢的時候 就會傳一個英文過來 如果這個是你的轉換 你可以將它加入到這個重要事件裡面 打開重要事件 然後Copy and Paste Fee Anquiry 這個字過來 去Google Analytics 裡面 新增重要事件 Copy and Paste 上來就可以了 之後你按儲存就可以了 但我在這個教學裡面 就不特別儲存這個動作了 完成了之後 回來按儲存 記得要預覽 去回公司的網站 然後記得不要按完成 如果你想收拾它 如果它很阻定 你按右上角的這個按鈕就可以了 然後按一次 免費數碼轉型資訊 回到Tech Assistant裡面 你見到我們剛才按這個連結點擊的時候 這個 GA Conversion Free Enquiry 我們就會見得到 如果你想100% Seward 這個鍵是真的傳達出來的話 你回到Google Analytics 然後去首頁 查看即時分析 拉低一點點 你會看到有些事件有沒有發生 在這裏 在活動數量 你就見到這個 Fee Enquiry 顯示到在這裏 就是剛剛我們新增的事件 回到Google Tag Manager的後台 記得我們剛剛新增 這個Conversion的時候 我們是未提交的 所以要提交 再按發布 再按繼續 就是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Google Analytics 和它的Conversion 多謝大家看到這裏 如果你都想了解多些Google廣告 怎樣去做的話 都可以繼續訂閱這個頻道 或者你想不要慢慢學 其實我們都有類似的Service 都可以歡迎去我們網站 找我們了解更加多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